大家好,有人说我现在告诉你的远离政治,为什么爱国远离政治,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怨我了,我没给你解释清楚,因为很多人现在跟不上我这个世界观 很多人也不用怨他们,他们可能人都和人不同 这个阶段不同,到不同的层次阶段 我希望你能跟住我,就像不断不断把你思维升级一样 你如果跟不住,那你就被甩下了,被甩下,对不对 你可能我说什么你听不懂,怨我,我没给你解释清楚 那我今天就一次性,也是唯一一次把政治和爱国之间要分开 这个事跟你说清楚 政治我之前说了,政治是黑暗的,所有的例子已经证实了 有人的时候就有政治,从奴隶社会就有政治 春秋战国封建,一直到后来的所有的社会制度 中国历朝历代那种黑暗的政治都有 人和人之间的斗争就叫政治 那这个政治是非常黑暗的 这个前提你要明白,那如果你同意了,咱们可以继续往下说 你如果说政治不是黑暗的,政治是光明的 那我觉得你也不用往下听了,浪费你时间 那政治是黑暗的,而爱国呀,是非常光明的,爱国就是可以团结一切的 所以我为什么说咱们中国人普通人呢,要拥抱这个爱国主义 拥抱爱国,但是要远离政治,这是最简单的 一个黑暗一个光明,你一定要选择正确了 不然的话,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后果 政治的黑暗啊,我给大家说几个例子吧 党争就是一个,党争 党争分为党内斗争,党外斗争 党和党之间还要斗争,对吧 那党内的斗争,举个例子就是苏联,苏共 对吧,同样都是苏共的共产党,红军 但是分托罗斯基派,分斯大林派 那斯大林派和托罗斯基派互相砍脑袋 互相杀呀,这个不用我说了吧 共产党内部其实也有 你说这个毛泽东和那个红四方面军的那个张国焘 互相之间也是共产党互相斗 党内斗争也是政治斗争,也非常残酷 都是黑暗的,咱们普通人又要远离啊 党与党之间也要斗 最简单的例子,共产党和国民党 党内战的时候那个斗,那个黑不黑暗 那互相之间什么412是要残案的 直接拿着就是砍脑袋呀 同样中国人互相杀 是不是分裂了中国 党内斗争又分裂了党 对吧,所以呀 让这些什么专业的事 或者让这些真正玩政治人 他们去搞政治 他们去从事这些啊 现在讲叫黑暗的事 他们去玩 咱们普通人不要参与 咱们普通人得了解 但不要参与 参与了进去将万劫不复啊 你出不来的 明白吧 这人与人的斗争就是这样 这就是你得看透 你得明白啊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 你得先明白 能看懂的 我觉得到这一段 你就几乎能明白了 就是人呢 一定要远离这种政治 不论是党内的斗争 还是党与党的斗 这是非常残酷的 咱普通人你上油管 天天斗什么呢 另外不团结 而为什么说爱国是光荣 爱国是伟大 爱国是什么 非常这个阳光 非常正能量的事呢 要提倡的很简单 托洛斯基派也好啊 还是斯大林派也好 在面对卫国战争的时候 都能团结到一起 对抗那个法西斯德国 因为爱国 他们能团结到一起 国家凝聚了 后来成为了苏联 对吧 世界一个强权 为什么 爱国 中国这边呢 国民党和这个共产党 斗的那么邪乎 最后因为什么 爱国 抗日战争联合到一起去了 一提到抗战都是什么 伟大胜利啊 对吧 两边甚至可以拥抱啊 爱国是非常什么 非常伟大的 爱国这个 是可以团结一切团结力量的 反而不是要分分裂你 而是团结你的 那你现在中国人需不要团结 当然需要提倡爱国 而党争 刚才讲这种党争 如果你过多的参与 特别是网上这些人过多的参与 就会形成分裂 现在这个网上那个中国人分裂状态 为啥 党争吗 你得能把这个思维升上去 从高处来看 现在发生这一切 我说了咱们呢 你订阅我频道的 你都是跟我一样坐在山岗上的 看清了这一切的 咱们站 可能坐在高一些 把这些看透了 所以应该提倡什么 反对什么 自己就知道了 远离 我说我也不反对他 我是远离他 我并不认为 咱们这个普通人参与这个党争 能对咱们普通中国人有什么好处 那很简单 有一些群体 我就不说名字 叫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毛了 他们呢 他们爱国 有爱国主义 朴素的情怀 爱国 这一点我是肯定的 对吧 我也替他们说过一些话 但是他爱国我支持 但是把你引向党争 说你必须支持某个某个政党 必须爱某个某个政党 不然你就不是爱国 这个将把整个中国人引向半截不复 参与到党争这种 党争这种非常邪恶的运动里面 党争是非常邪恶的 你看那个托派和这个斯大林派 互相斗 张国焘和毛泽东 国民党和共产党 你看看那个斗的邪恶 那是分裂 反而爱国能让大家团结到一起 多提倡爱国 少提倡什么 党争 党争是什么 政治 政治就非常黑暗 我希望你能听懂的 就知道谁在团结中国人 谁在分裂中国人 谁才是真正爱这个国 爱这个国就尽量要团结 而你要把大家引向一种党争 你记住了 你可能喜欢那个政党 绝对有人不喜欢那个政党 那你就让大家分裂 分裂的最后就是互相之间斗 永无止境的斗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政党 像比如说像印度 还有些国家 国内政治一下子斗来斗去 出现问题了 怎么办 打仗吗 激发爱国主义 一道爱国主义 大家都能抱团了 你看印度现在议会 大家斗来斗来斗来 你骂我 我骂你 但一到遇到边境问题 互相之间 也不打了 马上有些议案就通过了 跟中国打 这就爱国主义 能团结一切政治力量 你也得先懂什么叫政治 你连政治都不懂的话 对吧 有人说你必须爱某个党 然后才能爱国 这个就是话术 它把你引向了一个万劫不复的 最黑暗的那种党争的境地 你进去出不来的 你出不来的 记住啊 而你爱国呢 它可以团结一切 团结一切 连国外的那些 你就国外那些骂 骂某些政党的 骂是吧 国内某个政党的 他们也不得不承认 他得爱国 所以爱国非常可以团结大家 提倡爱国 但是一定要远离这些党争 谁现在告诉你 必须要爱某个某个党 谁告诉你 现在必须爱某个某个主义的 那一些就像把你引进党争内的 而把你引进党争 就是把你引向了黑暗的政治 你出不来 你会变得越来越邪恶 我觉得普通人 咱们普通人没必要参与那个 咱们也没有从政治里获得好处 对不对 咱们也不是某些某些什么二代 人家从政治里边获得大量的好处 金钱 权力 人家可以参与政治玩 你是个普通人 你为什么要参与呢 跟人家撕来扯去 最后获得了什么呢 获得了什么呢 你自己问问你自己 你是不是应该转向爱国这边 提倡爱国 可以团结一切团结 而且对中国的团结非常有好处 在互联网上 我希望形成这么一个爱国的风潮 但是远离政治上 政治非常黑暗 只要你选择了政治 你就选择了黑暗 选择了爱国